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张霄二人与朕毕竟有多年夫妻之情 朕如何忍心置他们于死地呢 臣妾 请问陛下 王氏宫中那两只眼生目人 浑身上下插满铁针 那又是药 致何人以死地呢 这 这 嗯 陛下 陛下 你这是何意啊 陛下 若不忍心 处之王孝二人 臣妾就此 请自皇后生 请陛下 赐媚娘 一死 这 那又是雪 你只想等人 不忍心 你也不忍心 你还不忍心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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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忍心 一个暗谋事窜与先帝 一个威胁动吓于陛下 看样子要出什么事了 陛下太子成前谋反证据确凿 陛下需早下决心哪 陛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太子与侯俊吉等人谋为不轨 海内尽至人臣皆静观其变 现在若不痛下决断 恐怕坚持不了多少时日 结乱既会蔓延不止 到那时候人心不定朝堂不稳 收拾起来可就难了 请陛下三思 朕对太子一直深信不疑 朕对太子一直深信不疑 有志恩赏有加 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会谋反啊 朕实让朕寒心哪 这是朕的失误 是朕大意难养 陛下 太子这些年交友不慎 被一些坚定小人处为其间 指天戳地 忘乎所有 有道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正所谓极小甲尔不察 忠诚大恶 事已至此 陛下不必自责 更不可怒气攻心 保重龙体要紧 大唐的江山社稷还倚仗着陛下呢 就让臣等来办这件事吧 他是朕的儿子 又是长孙皇后亲生 你让朕怎么能够下得了手呢 陛下 您现在还顾忌父子之情 臣妾那里却已经丧心病狂 已经准备对您下手了 陛下 不能再犹豫了 陛下 朕 准二位爱情做清 老臣告退 儿臣 悲臣伞见病相 姐儿啊 你四哥对你说过些什么 当着他们的面 朕要听你实言 父皇 儿臣 讲 四皇兄他 不过是对儿臣说了一些劝告的话 什么劝告的话 朕要听听 父皇 儿臣 还是别让儿臣说了吧 像你这样唯唯诺诺 魔灵两可 朕如何能把天下交付于你 金王殿下 今日之意事关大唐的江山社稷 殿下绝不可以小意而妄大意 却不可 你讲是不讲 父皇 儿臣不敢隐瞒父皇 日前四皇兄对儿臣说 大唐今日之天下 看似荣昌凡胜 实则 杀鸡四伏 从高祖在位之时 兄弟之间就杀戮不断 他借告于儿臣 切不可与之争 不争 则平安无事 争 则必有所伤 若到兄弟之间 不得不反目为仇之时 我二人孙强孙弱 不言自明 大胆 父皇 儿臣不敢有半句虚言 父皇 四皇兄也是为兄弟之间 不致反目为仇 才告诫于儿臣的 儿臣想 四皇兄话虽直路 却是直输兄义 再说 儿臣本来就无与四皇兄 争位之意 父皇就饶过四皇兄 这一次吧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 你还替他说情 父皇和母后 一直教诲儿臣 兄弟之间 要宽大为怀 应效法博弈书齐的 千秋之意 一派狐言 你这不是效法千秋之意 是糊涂 儿臣 知罪 都下去吧 陛下 都下去 皇上出现了 这个时候 陛下 陛下 如何睡得踏实呢 小心伺候着 魏公公放心 秉娘一刻也不离开 外边是何人哪 回陛下 是臣妾五才人 在门外守候 进来 你在和谁说话呀 请陛下恕臣妾惊扰之罪 朕问你在和谁说话 臣妾不敢瞒陛下 是魏公公 魏盛安 奴才在 是你在外面说话呀 奴才放心不下皇上 正嘱咐武才人 小心伺候皇上 不想惊扰了皇上 请皇上恕罪 朕就没有怪罪你 起来 谢皇上 你呀 亏你还是跟朕多年的执事总管 出了麻烦 居然让武才人替你担着 就冲这 朕倒要怪罪你了 站着说话 陛下 陛下 卫公公是在替陛下担心 所以才特意到门外来叮嘱臣妾的 你们既然替朕担心 就在这儿陪朕说说话吧 真问你们 你们替朕担什么心呢 奴才 奴才看皇上一整天都是劳神操心的 不敢直说 陛下 刚才臣妾和魏公公确实在替陛下担心 自古帝王君临天下 所虑者有三 一律朝野是否清平 二律外患是否平生 三律后继是否有人 今日这三件事 一起缠在了陛下您身上 想必陛下已经是食不甘味 夜不能寐 而大唐的江山社稷离不开陛下 天下的臣子百姓离不开陛下 陛下圣体的安康 实在是大唐大忌中的大忌 故而臣妾和魏公公 再替陛下担心 你说得对啊 想不到我李世民英雄一世 到头来落得个大魏无浊 子孙不孝 老天对朕何其不恭啊 陛下 您切不可这样责怪自己 陛下英明盖世 天下万民归心 成前不孝 旧游自取 一目自朽 无悔于灵 一人自觉 无伤于众 陛下还有皇子多人 择贤者而立 眼前的繁星事 很快就会过去的 那朕倒要听听你的 离谁做储君为夷啊 回陛下 这可不是臣妾 这样的人可以议论的 庶臣妾不能回答 是朕命你说的 但说无妨 庶臣妾斗胆之眼 一家之内 胸有则帝宫 一朝之内 君卿则陈勇 长孙大人朝上之意 臣妾以为 言简而易改 最要紧的是 魏王虽有才华 但气小量窄 一旦为君 非但做不出胸有姿态 恐怕还容不得其他人 朕正是为了这件事 亲事难安呢 现在看来 若立了魏王太 将来成前于智儿 皆难自保 若立了智儿 则成前于太儿 皆能保全 朕议已决 就立晋王志 为东宫之处 当时 先帝若起慈悲之心 保全陛下而为兄长 会有陛下 荣登久武 君临天下 那也是不得已啊 王小二人 宝藏火心 暗行咒势 私藏震毒 其恨不逊于 剑成缘起 其毒 不让 成前 立胎 被废有据之后 还串通 皇居 残怀 今非 祝我 本不得 我 朕 跟 圣 我 皇亲 不得 此外 也 梁 人 娱 不得 你的 似无造神之地 难道陛下 不为臣妾想象吗 臣妾与陛下 相知于先帝之策 山盟海誓 生有在而 望先帝将媚娘赐予陛下 望陛下 令媚娘得获重生 媚娘愿此生与陛下相伴 心心相应 白头偕老 但若今天陛下人流祸患 会有日后 臣妾与陛下 终生相伴 相如 一眸 媚娘 媚娘 婚爱 为命 王 媚娘 在 伯母 神 不 请不吝点赞 反而持心妄想 怂恿梁王勾结大臣 欲行不轨 如此若不严惩 则无可言致 朕念二人曾九世于朕 故免其临阵之苦 令仗则二百以事惊悚 永恢七年 岁次景臣 维尔代王洪 天资聪慧 仪张神兽 朕身系天下之众 思永万世之计 誓命而为皇太子 臣等恭贺陛下 恭贺皇后娘娘 太位长孙无忌 老臣在 拜你为太子太师 陛下 今日之典 非议事朝会 圣意如此 不得请辞 世中韩元 臣在 中书令来计 臣在 礼部尚书许敬宗 臣在 命你三人 并为太子宾客 臣等遵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陛下 臣文武士兄弟 桀骜不逊 近日以来 烈行累累 竟于积世之中 当众侮辱朝廷命官 官民人等 怨声载道 但因二人 乃皇后家人 故人皆敢怒而不敢言 此事若不处置 则京城之内 无以言致 朝堂之上 无以言轻 陛下苦心经营之心证 势必毁于一旦 臣 斗胆执剑 恳请陛下 言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母亲 女儿对此事不能熟视无度 我大唐从先帝一世 一直历届外戚当权 他二人虽未获朝堂显位 但因女儿乃皇后之故 众臣必会对二人另眼相看 若他二人如此不知德行 日后最为难的还是女儿 若从先帝朝算起 当朝守臣长孙大人 不也是外戚 他不也是闻得长孙皇后之兄 不也位列朝臣之首直到今天吗 母亲 二位兄长如何能比长孙大人 他们何才何得 因女儿做了皇后 圣上才垂恩与武家 高峰先祖后赐与惊人 我们武家应该知恩知足 谨言慎行 收敛行之才是 像他二位这样不失抬举 迟早会祸及自身 那以你之意 莫非要将二位兄长置之以罪 女儿 你是后宫之主 为万人所瞩目 越是武家之人 女儿 越不能姑息 母亲 若女儿为武家长远记 更为大唐天下纪 对我武家族人 言之一二 欢请母亲 替亮女儿 一片酷心 美娘 陛下 你身子不便 就该早些歇息 你这些奴婢 就是如此释放你吗 这全是臣妾之意 不必怪奴婢们 皇儿这几日如何 皇儿 皇儿几日来不断如动 臣妾 每日皆要 带他走走 来 朕扶你们 别走走 外去见 陛下 带臣妾写完了 再请陛下上来吧 朕 朕现在就想看看 那 我那两位兄长 让陛下为难了 好书 朕有本上奏 满朝文武 皆在以牧视镇 你那两位兄长 真是不通事理啊 臣妾 写这篇文章 就是要告诫于后族族人 借其骄纵 恋其行性 至于 我那两位兄长 陛下 绝不可顾喜 要对天下人 有可交代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优独播剧场 陛下 臣恳请陛下 将外戚界列为我朝 后族必读之书 有文德长孙皇后的女则在前 又有当今皇后的内训外戚界在后 嫌我大唐 必得便于中宫 嫌便于朝堂 则人孝之意 必便于天下 准作 陛下 臣以为言之意 而行之难 臣前日所奏武士兄弟 当众欺辱朝廷命官一事 陛下 至今尚未决断 朝堂内外 议论纷纷 既然有皇后所著之书为界 臣恳请陛下 搬照下旨 处置以功 以安 天下人之心 陛下 启禀陛下 武士兄弟 与会昌县令 言语相机之事 为臣 以秉公 处置完毕 不必再溢于朝堂 请陛下 明鉴 你已经处置完毕了 微臣 不敢有丝毫懈怠 确宜处置完毕 双方皆无怨言 李爱卿 你是如何秉公处置的 回娘娘的话 袁姓袁爽 与会昌县令 不过是多喝了几口酒 酒后举止失大 本属小节 全可不计 微臣已令双方和解 再无口角 那会昌县令 确无怨言吗 他 他 他确无怨言 陛下 可否宣会昌县令 至朝堂之上 只要当着陛下的面 说出无怨之词 才能安天下人之心呢 宣会昌县令 陛下 那会昌县令 微臣已令他 回崖里任了 只怕 回崖里任的 会昌县令 已经换了他人吧 陛下 臣 罪该万死 请陛下 恕罪 从事讲来 陛下 微臣 全是替陛下 和皇后着想啊 微臣以为 武士兄弟 乃皇亲国戚 那会昌县令 卫下人微 两者相权 微臣自知轻重所在 故而 微臣将会昌县令 发至外宪复任 但并未将其直接 看来你是破费了一番心思啊 微臣 久勿圣恩 当肝脑涂地 奉居 尽职 我不是 你将会昌县令 发至外宪 那你对武士兄弟 是如何处置的 陛下 武士兄弟 乃皇后之兄 微臣 不敢处置 你处事不公 偏贵清闲 如此弑君 难道不是让朕 背上千古骂名吗 陛下 微臣 罪该外辞 但微臣 只能如此 看来处置武士兄弟 是要朕亲自出面了 陛下 微臣 不敢以直视 要挟于陛下 被你要挟一二 强死让天下人痛骂 传朕的旨意 武元庆武元爽 士贵骄纵 无事朝规 羞辱朝官 若不严加逞处 则无以面对天下生民 卓令二人 发至岭南之外 吴朕和皇后之旨 不得反敬 谢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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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义府 臣在 你处事挟私 本当革职 但念你为保全朕的脸面 因而处置失道 故从轻伐落 着伐奉半年 以示警处 谢陛下 另外 你发至外县的 慧昌县令 你要亲自将它接回 送至 慧昌县刃上 谢陛下 臣遵旨 请 陛下 我大唐有这样不寻私情 心系天下的皇后 是陛下之福 也是我等臣死之福 更是天下黎民百姓之福啊 臣复义 美娘啊 李大人夸奖于你 你该如何回答李大人呢 谢李大人之言 本后 身为李堂家眷 自然心系李堂社稷 众爱卿请放心 孰清孰众 本后 了然于心 要谢 应谢陛下 明断 吴皇 最近 nós 是 你 舅父未编此书不辞辛劳 令朕感怀欲心 传旨 此物两千段 封其长子长孙认为金城县难 是 谢陛下龙恩 愿此书能尽其用 还望陛下预览之后 能给老臣指教一二 朕自会细细贫毒 不过朕在做太子的时候 舅父就是朕的老师了 指教二字朕可不敢当啊 不然 陛下过去未在楚二 读书以学为重 如今陛下来大唐天子 读书则在致用 此书以天子之眼力读之 其义自会与过去不同 如此说来 朕是要立即品读不可了 老臣窃盼 这是 这是汉书中的遗卷 是老臣特意挑出来 给陛下看 词词 李宗盒 我找到了 那天子 带你说 昨天还算是 不仅然是 宣传没 那天子 这眉和 你 夏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又专权于朝堂 滥用外戚 致使大汉天下几致亡国 若不是朱须侯辅佐文帝旷政设计 汉家天下早已毁于一旦了 朕以为不然 韩信作为开国元勋 其所作所为与高祖越发水火不容 高祖念其功高 对韩信一让再让 忠致不除之 不足以安天下吻社稷 若韩信向我朝里基里大人那般 忠心不二 哪个君王会降罪于他 反而言之 若朝中众臣皆如韩信那般 鞠躬其主 又有哪个君王能容其活命啊 所以朕以为 杀韩信者非高祖 更非吕后 乃韩信自己 可吕后专权是不争之实吧 是不争之实 老臣要说的正是这一段 朕所以说这是不争之实 是因为朕以为 吕后之专权 其过并不在吕后 陛下此言老夫实在不解 若无高祖信任 吕后何以能立于汉家朝堂 这 若不是高祖教子无方 何以让那个弱地刘盈记大统之位 汉家朝堂又何以会让吕后把持 陛下 再说 吕后虽滥用外戚 杀戮功臣 却有诸多过失 但他临朝一时五载 一直将高祖育民休息之策 奉为国策 缓刑法养生戏 与生民以回缓之力 赴国家以累序之机 若非如此 何来后世 文景武三帝之盛事啊 即使有陛下所说的这些智计 也掩盖不住他专权杀戮之过错 要说错 就错在他是个女人 他若是个男人 说不定史家会赞不绝口 称他为亘古之君呢 陛下 人家无法受了 找此无法 人家无法读 老陈告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妾遵旨 陛下 臣许敬宗秉承圣意 率已敢宝学之事 历经四载编钻此东殿新书 现修传已毕 以赴君命 请陛下预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